他能读懂狗的心思 狗狗主动敢靠近你的话 其实对你还是有信赖感的 狗狗对他言听计从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默契 这个是他感兴趣的东西 反复就是他的梦想 他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 敬请收看今天的身材有道 快乐的狗鱼者 生材有道 智富从这里提布各位好 我是韩东我现在是在上海 世博会的场馆里面 这边正在举行的呢 是为期四天的一个亚洲宠物展 在这个地方呢 不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名贵宠物 而且还有很多跟宠物有关的 一些周边产品 比如说这个食品啊 药品啊 美容啊 器具啊 等等 据这里的工作人员跟我介绍的 就是在我国 光宠物及其周边 每年产生的这个产值 就达到四百个亿 看着我身边这热闹的场景 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宠物 所蕴含的巨大的经济潜力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也在这儿 出盐庭了 出盐庭啊 这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吴吴吴 您好 您好 你在这儿这个展规上是在做什么呀 因为我们平时在网络上 有很多人呢 都会提一些狗狗的问题 那我们特别就是按照这个展会的机会 然后呢 就是组织一次粉丝见面会 也解答一些大家的问题 另外呢 就是说有的人 都是在电视上看我们的一些表演 那我这次带了我家的狗狗过来 然后呢 就做一个现场的表演 然后跟观众也有一些互动 吴启 职业宠物训养师 同时也是AWI 飞盘狗世界杯中国区代表 世界顶级犬类赛事 国际级裁判 与宠物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 因为他能够读懂宠物的想法 并且帮助他们改掉坏习惯 所以都称他为狗鱼者 近期年在电视屏幕上 经常能看到他和狗狗们的身影 这也让他积累了大批的粉丝 在这次亚洲宠物展上 主办方就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场热烈的粉丝见面会 整会结束不久 鼓起就急松松地离开了上海 赶往三百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 南京 这就是我们的南京的基地了 漂亮的 是的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认为犬舍里来的会有狗叫的声音 会有很多的狗狗 可是好像你这很安静 其实我们这边狗狗也很多 但是那些狗狗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平时白天一早一晚去训练运动 除了这个时间之外 它是跟我们生活在一个房间里面的 等于它现在在哪些训犬员的宿舍里玩的 对 我们训犬师平时休息的时候 狗狗也在身边 就跟他们睡在一起 等于是有一个家的感觉 对 而且其实要照顾狗狗的生活起居 所以狗狗跟我们待的时间越久 我们越能够给它去培养一些好的习惯 然后平时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就会到这边来 刚来到基地 无企就迫不及待地带领我们走进了它的客堂 在这里主要是教宠物的主人们 怎样通过观察狗狗的行为 来和它们进行交流和沟通 而对于刚开始养宠物的人来说 这绝对是非常有用的速乘客 当我去靠近它的时候很多人习惯性的会用我们的手 直接要摸它的头 其实这样做不是一个特别正确的方式跟方法 那我像 我一般会蹲下来 然后用我的手背 先让狗狗去嗅吻我们 如果说狗狗主动敢靠近你的话 其实对你还是有信赖感的 它要先嗅吻你一下 以确保对方对自己也是友好 流浪狗或者拜年的不知名的狗 我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吗 对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一般正常我们人蹲下来 跟狗狗保持一个相同的一个水平线 它会有安全感 如果说你人站得很高 然后居高临下的去摸它的时候 反而有的狗狗会害怕 会更往后躲 当然我们平时在遇到外边的一些狗狗的时候 特别是一些流浪狗呢 我们可以试着比如说身上带一些狗狗的零食 可以我们把手心摊开 不要用手指头拽着 不要用手指头捏着这个食物 我们把手摊开 就让它知道你吃的 对让它主动过来 你可以试试看 像这样生动的培训课程 可以很快地帮助主人和狗狗之间建立感情 所以这个课程已经推出 就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而这份信赖凭借的就是它这十多年的训狗生涯 那么吴奇是怎么想到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事业的呢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面对的这个狗狗 它所承载的作用不一样 那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呢 更多的是一个家庭成员的概念 因为它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改变 无论从我的生活习惯性格 以及到我现在的事业 它其实给我改变是非常巨大的 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跟生命当中了 别看吴奇现在在现场表现的轻松又自信 偶尔还来点小幽默 可是谁也想不到的是 眼前这个阳光男孩竟有一个自闭的童年 那个时候的话呢 我自己的这个性格跟脾气都不是太好 我记得如果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可以两三个月不跟我家里人说话 甚至是我自己会拽着拳头在那边发火 自己生闷气 连我的姐姐都认为我很古怪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吴奇经常独自一人拒绝和任何人沟通 到最后发展成自闭的性格 那段时期里 他唯一能接受的就只有一只捡来的小狗 虽然他们不能用真正的语言去交流 但这只小狗却是那段时间 唯一能走近他的伙伴 读初中一年级上学第一天 我就被我们的学校的同学给欺负了 我那天回家还特别的难受 但是我跟我爸妈我也不想告诉他们 我就自己憋在肚子里面 然后直到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我真的伤心 特别特别伤心 难过 后来我又哭了 那时候痛哭流泪的时候 狗狗就过来就舔我的脸 舔我的眼泪 那天我真的就 我的心也被融化掉了 我抱着狗狗就当时就痛哭 然后我就对着他说话 那次我记得第一次 真正的就是能够开口 我对着我的狗狗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说你来福你以后一定要保护我 经过这件事后 无奇的变化很大 一向沉默寡言的他 开始变得善于沟通 善于表达了 朋友也慢慢的多了起来 后来他以不错的成绩 考入了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 而那只曾经帮助过他的小狗 一直默默的陪伴了他13年 因为一只小狗的出现 改变了无奇自闭的性格 他变得更加的开朗 更加的自信了 可是并没有完 因为另外一只小狗的出现 将彻底改变 无奇未来的事业和发展 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 无奇在大学毕业后 也面临着就业问题 而对于大学期间 就有过创业经历的他来说 想找到工作 其实并不是件难事 很快他就找到了一家不错的公司 那家公司呢 其实在江苏还挺有名的 然后呢 从事于影视啊 以及一些连锁行业投资 后来我在公司里面 担任企划的工作 就是也面对几百人 当时那个感觉 哎呀 自己还有很有优越感 好像一下子进入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白领的一个角色 那时候年收入还挺高的 也有一个二十来万 有了稳定的工作 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 那段时间里 无奇又养了一只狗 本想闲暇之余 可以带着他到处遛遛 也是件很轻松惬意的事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 却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 我那天回家一开门 看到里边的这个情景 我杀眼了 好像糟了小偷一样 满地的碎屑 最关键的就是沙发还没了 我想小偷偷东西 还不至于把沙发偷走 结果沙发从这个房间 被搬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仔细一看 无奇才发现 原来在他白天上班的这段时间 这只狗竟然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 不但到处拉屎撒尿 还把衣物撕得稀巴烂 疲惫一天的无奇 刚到家就看到这样的惨状 当即就把这个犯了错的狗狗 非常严厉地训斥了一顿 可是回过头来再看那只狗狗 无奇却反倒自责了起来 随着工作越来越忙 就是自己呢 就是每天回家之后就特别累 那狗狗一点点长大 但是我能陪伴他的时间越来越少 其实看到他这么 就难过的样子 就待在地上不动的这种样子的时候 我自己又感觉 其实我每天工作也很累 他呢也很孤单 他仅仅其实想玩而已 后来工作又更忙碌了 我每天回家周而复时 我就感觉他待在了一个小围城 我自己也仅仅在一个大的围城里面 其实饲养一只宠物狗很简单 只要每天按时出去溜溜 耐心陪伴 是根本不会惹什么麻烦的 可是无奇经常因为工作加班 就连每天带爱犬散步 都成了一种奢望 给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多 而和狗狗相处的时间 却越来越少 这让爱狗如命的他 也陷入了纠结 我早的时候自己找工作 都是希望能够找一个 自己喜欢感兴趣的一些工作 所以我想如果说有机会 能够从事一个跟狗狗有关系的工作的话 那哪怕收入再少一点 我也愿意 2006年 无奇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辞掉了工作 第二件就是投资20万 在市区的公园里建了一个宠物乐园 这样他不仅能和自己的狗狗在一起 还有了一份让他非常满意的工作 无奇 你看我周围有好多朋友养狗 但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作为你的专业眼光看 其实我觉得也有问题的 有哭人啊 什么东西 你有没有办法能改变他们 嗯 这个可以的 我们专门设置了一个叫宠物的不良行为纠正 比如说咬人的呀 哭人的呀 然后狗打架的呀 然后在家里乱大小便的 就专门围绕的这些不良行为 我们做了一个课程 根据狗狗的年龄体型大小 包括他现在的严重程度等等 那他的收费也会不一样 比如说咬人的狗 那可能比较严重的 那我们可能收费会增加一些 比如说像五六千 可能呃 就是一个月的收费 那个狗会见得很热情上来扑 但很多女生是会害怕的 啊 只简单的这么一个行为 你们纠正需要多少时间 呃多少钱 一般通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嗯 然后收费呢 差不多在三千五到四千 多月点快 我过来坐坐 好嘞 你是用什么办法动的 他就刚才我看到他就会上去铺 你看是不是 对对对 特简单的 怎么几下他就改过来了 其实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要教会狗狗一个道理 嗯 就是你越铺 我越不会靠近你 嗯 然后只有你坐下来之后 我会靠近你 反而还会给你一个奖励 我知道我提出的呢 很多家长 他其实是看到狗狗以后很开心 狗狗扑了他呢 他最多说别闹别闹 但是他人家会给他爱抚 对 让狗狗以为这个东西很好 对 而且他把他这个扑他 当作是一个表达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是要告诉狗狗 只要你坐在原地 我们就会给你表扬 我同样会给你爱抚 嗯 这样的机会是莫生的 经营了一年左右 无奇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和经营头脑 把这个宠物乐园 经营的是有模有样 就在他觉得自己的事业 发展得非常顺利的时候 可是没有想到 梦想实现得快 坍塌的也非常干脆 我记得那段时间的 前面的半年的时间的话呢 也有几十万的一个收益的 其实我没有想到的是呢 就是因为在2006年的时候 那一年呢 就是慢慢开始是实行 全是管理条例 然后很多人就不敢把狗带出来 那我这个公园就没有什么人来了 就看着从每个星期几千人 再到几百人 再到几十人 在这就没有人过来 而这个人流减少之后 我这场地维护的费用还不能少 所以后来就是这个成本就越来越高 而我的这个就收入就越来越少 从每个月几万块钱的收入 变成倒贴几万块钱 后来这个公园就坚持了一年半不到两年的时间 实在坚持不下去 我就把它关掉了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 无企亏损了将近一百万元 虽然这次创业失败了 但也让他把创业这件事看待得更为理性 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 合伙开了一间宠物美容店 主要是给宠物洗澡 修剪毛发和宠物寄养等 创业初期缺乏人手 所以最开始一切都得他亲自上手 由于每天都要接触很多的狗 时间长了 他就注意到有一些狗很特殊 很多狗狗就都会拽着人走 然后乱叫 然后甚至就是在马路上 就是到处闻着地 就不听主人的话 对于这种情况 无企总会在工作的时候 试着帮他们改正 后来无企发现 通过自己的一套方法 可以慢慢地改变宠物的行为和习惯 于是他就深入研究起宠物狗的训养了 我经常会在店门口 就带着自己的狗狗去训练 然后旁边就会有很多人 站在那边看我们 看我们训练 然后附近的有一些养狗的居民 就是那时候就会慕名而来 不过那时候的名气 还仅仅停留在我们周边的小区 就是一些附近的居民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马路上训练狗的时候 就是我给狗拍了一张照片 那狗狗鼻子上顶着几张东西 然后我就给他拍了一个张照片 把那个照片发到了一个论坛里边 当时就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 然后他说 你能把这个狗狗能带到 就是我们这个电视台录一个节目吗 节目一播出 吴奇和他的明星狗就一下子出了名 很多的宠物爱好者 都纷纷找到他想学习宠物训养 没想到这些爱好者 到后来竟然都成了他的粉丝 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呢 是我们新的一期的内容 然后针对于狗狗服从性的训练 那我们今天也欢迎我们的新学员 韩东 大家好 不要多多指教 因为这个我的搭档是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合作 是吧 对 今天对你也是一个挑战 当然放心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一定会教会你 只要去带好狗狗 好的 然后我们手掌先面对狗狗 别动 然后我们脉腿 手不动 他一旦起来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 No 别动 让他保持在原地 他保持在原地的时候给他一个奖励 好 好狗 好 做一次 好嘞 你再做一次 好狗 No No 把他带回原地 No 拿起线 No 可以踩出绳子 对 别动 可以 他要做好长时间等待他准备 你现在让他走他都不走 他太行 好 那个 我们这次的 我能降厉他吗 可以 可以 好 来 我们这次的这个训练的话呢 还是非常成功的 因为按照一般的人去学习训练的话 最起码像这样的一个动作 要训练一个星期 你用了这个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 就能够完成到这样的这个程度的话 已经靠近 无企的创业刚刚有了起色 在这个宠物训养的圈子里 也逐渐的是小有名气 可是没过多久 无企却决定要换个玩法 宠物狗训养 让无企找到了宠物行业的新方向 2013年 无企在南京郊区建了一个占地500亩的训犬基地 除了帮客户训养狗狗 还开办了间职业训犬师培训 那时候的他每天都忙忙碌碌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件事却影响了他 有一次看一个电视 电视里边是很多国外的这些人 带着狗狗去玩飞盘 我说这个好新奇 而且这个品种跟我的朗朗是一样的 飞盘狗又叫狗街飞盘 是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个宠物狗赛事 比赛分两个项目 距离赛和花式比赛 无企当时看到的就是花式比赛 花式比赛要求在两分钟的时间里 由参赛者和宠物狗 展示参赛者自己设计的各种花式动作和技能 刨盘的次数不受限制 所以参赛者一般都会随身带着很多的飞盘进行表演 最后以有效的接盘术和动作的完成度决定胜负 当时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 我自己都震撼了 我原本以为训练狗就是左趴下 像一些动作 没想到狗狗跟人就是配合的音乐 还能够做出这么完美跟惊人的这些动作来 而且狗狗就是在空中还能接到飞盘 就是这个仿佛就像一个梦幻般的一个情境 狼狼是无企收养的一只边境牧羊犬 这种狗天资聪明 运动感好 很多专业的训狗比赛都选择这种狗 不过狼狼天生胆小 平衡感差 之前经历过三个主人 最后都放弃了它 都知道无企爱狗 索性后来就送给它来养 虽然狼狼在训练后也可以表演很多精彩的动作 但是看到这样的表演还是让它惊叹不已 我看到这些狗狗能够有这么精彩的表现的时候 我还特别羡慕 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华人的记者来采访这个选手的时候 问就是中国的选手在这个比赛当中的成绩如何 那个人说他没有看过中国人在这个赛场当中出现 从开始训养狗到现在 无企还没有遇到过不能完成的挑战 即使再难的动作通过一遍一遍反复的练习 最终都能完成 无企认为既然外国有人在专门从事这项运动 那么自己和狼狼也一定可以做到 训练朗朗的过程当中发现 其实这个并不像我们想象那么顺利 因为有一些人训练狗狗就是跳到我们的背上 人家可能需要花 比如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可以教会 但朗朗的话它不行 它只要有一次摔下来的话 它要一两个月它都不敢尝试 我就需要一点一滴的去教它 又要从头开始 几个月的高强度训练 不但没有什么进展 还让疲惫不堪的狼狼腿受了伤 但狼狼却依然坚持做着训练 其实我看到他一拳一拐的样子的时候 我自己也很难过 我当时想算了就把这个项目给停掉吧 我就不要再冒这个险 让他受这个伤了 后来他慢慢恢复之后 他看我有一天拿着飞盘 他仍然非常感兴趣 绕着我转 结果发现 其实这个是他感兴趣的东西 反复就是他的梦想 他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 所以我就带着他重新开始去练习 这个飞盘狗的面子 经过几年的时间 吴企和朗朗配合得越来越好 不仅在国际大赛中取得了名次 而且从2012年起 吴企作为裁判和组织者 筹备了三届的飞盘狗大赛 不但请来了国际上的高水平选手 更申请到国际飞盘狗大赛的 中国分赛区承办权 通过吴企的推广 现在每年都有不少中国面孔 出现在世界级的大赛里 到目前为止 吴企除了经营一家宠物会馆外 还拥有两个700亩的宠物狗训练基地 年营业额达到了500万 或许是小时候 他和小狗的故事 使他受到启发 近些年 吴企积极参与到 自闭症儿童的救治当中 成功地让宠物狗 帮助到患有自闭症的小朋友 吴企认为 通过狗狗帮助更多的人 才是真正的成功 而他做到了 一开始呢 吴企收养了一只流浪狗 但是没有想到 这只狗却改变了 他的事业和人生 在他的创业道路上 经历了很多的波折 但是对狗狗的那一份爱 却一直没有变 吴企说过的一句话 让我印象深刻 他说我一直认为 我收养狗 训练狗 是给了狗一个庇护一个家 但是没有想到 反过来 是狗狗给了我 更多的陪伴和爱 我想他对狗的那一份爱 对事业的坚持 才是无奇的生财之道吧 创业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我是寒冬 咱们下次再见 白白白的 这么强大 这么强大 有一天会不会真的可以超越人类头脑 统治地球呢 敬请关注本期的生财有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